年生委脸上虽然挂着笑容 但神情看起来还是有点严肃 因为民调传出落后 加上使用由重创蓝营选情 让他不得不多次向中央开跑 作为一个政务官 或者说不管是做院长也好 或是其他单位的负责人也好 无论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很难可以继续做下去 要中央短时间内赶快修补实案制度 接着更大动作撇清 跟鼎兴魏家没有私交 魏英聪先生就是这位 现在魏英聪董事长 这个绝对可以确定不是我的朋友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互动 有人讲说我们买鼎兴什么TDR25张 当初我们是捧这个证券商 永丰证券的厂我们去买 25张其实您知道这是非常小 非常非常少 选情告急内外交迫 连胜文终于决定让妻子蔡衣衫出面辅选 但首先得让蔡衣衫点头 太太对外人是绝对不会有公主病 可能对我偶尔会有 谈到蔡衣衫 连胜文脸上才多了几分甜蜜 看来柯文哲打着五党招牌 已经让国民党最大蓝营票仓 选情连连拉紧爆 记者台北最后报导 好 现在有很多声音较将一话下台 可能包括连胜文都希望能够做一些切割 但如果真的这样的切割的话 对于这个选情 到底对国民党来讲 会是阻力还是助力呢 我觉得以现在包含台北市 或者其他县市的选行 尤其国民党的候选人 大概现在大家都会有一些焦虑 最主要就是说这个食安问题 我刚刚讲的食安问题 其实已经是 真的是完全超越党派 是大家都会共同的关心 然后政府做不好的部分 大家也会共同的谴责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看到 一些民调的数字 确实林胜文是会比较辛苦的 那所以这两天也有人跟我讲说 他说王宏威 你不能不承认 柯文哲就是比较幸运是不是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怎么发现 每一次他在MG149 我记得在8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罗稀罗委员 他星期三开记者会 他其实已经是千挑万挑了 挑了一个礼拜三去开记者会 之后星期四就爆发强贯 那个全统像猪油的事情 哇那吵得沸沸扬扬 那之后在这个立法院里面 大家开始在做一些澄清 就是MG149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其实当时的台大医院的院长 其实弄得比较清楚 就是说MG149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客观者有私障的问题 那客观者私障该不该检验呢 也应该检验 可是没多久又立刻爆发这个 顶薪正义油瓶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次整个的 选战过的过程里面 包含连胜文自己要被去检验 那他检验我觉得他会比较辛苦就是 尤其在这次的过程里面 比如说甚至大家说你为什么跟 就是说你住地保 那么温宇聪也住地保 所以你们会不会有什么邻居的关心 其实老实讲我觉得这种 比如说住楼上楼下 说实在像我们很多朋友 看我自己楼上楼下现在 你说真的认识吗也未必认识 可是又被什么TDR的问题 就会通通扯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最近就说 食安的问题 这个是现在的候选人 包含连胜文 他自己没有办法掌握的 他现在应该要做的 赶快还是应该要去回到 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辩论 可是我觉得 柯文哲提出来的辩论题材 我自己觉得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他讲说双子星 双子星有什么好辩论的 双子星下面的这个 他的就是车站的站体已经做好 他的上面到底是由民间做 或者是由市政府自己来做 其实这个部分是可以选 其实我也是同意 让下一任市长去决定 可是我不晓得 柯文哲要说要辩论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现在台北市选情最辛苦 包含我们选民 或者是我自己也是候选人 在旁边看的地方 就是到现在市政的部分 好像都没有办法厘清 还是在纠结在这些的漩涡里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 因为是连赞先生过于贪婪 所以他希望连家能够还给他儿子一个工作的机会 他自己知道他儿子其实不是金融家 没有金融执照 然后他也知道他儿子并不是最优秀的人才 可是他认为在两岸的政商的关系之下 以及台北市的特殊的生态情况之下 他们可以一定贪囊取悟 估计错误 如果他不要这么贪婪的话 这不是一场对权贵跟平民的战争 这场战争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不知人间烟火 而且三代做官 然后还可以发大财 同时在两岸游走跟财团牵手 然后搞定了非常多台湾人民 在两岸和平交流当中的红利里面的红利 这是不公不义的事 但是你一开始推这个候选人就不对 如果国民党 我们今天在场 大家都必须承认 我不希望国民党往党倒台 但是如果今年初 国民党对于这个国民党的党员也好 国民党的中央也好 你知道在初选的时候 对丁守中这样的人 跟连胜文之间的差异 做一个大局势小局势的分野的话 今天如果国民党的候选人是丁守中 就算是发生100个食安事件 就算是发生1000个食安事件 柯文哲有迎面吗 所以根本就是连胜文这个产品不好嘛 连胜文这个产品不好 还不能谦虚 从第一天起 说谎到现在 我都记得一大堆 第一个就是 我已经讲1000件了 1000遍了 20万红酒 叫杨映超说谎 说成是4万 更别到最近跟魏英聪是邻居啦 但是谁跟谁邻居可以圈购 他们家发行的康师傅TDR 圈购耶 圈购是发行商叫承销商特别给一堆人 所以你又骗说没有私交 我们才不在乎你又没有私交 我们在乎的是你们有没有分账 有没有利益的结合 有没有勾结 宋楚瑜宋先生说 如果连胜文跟马切割的话 就会翻盘是这样吗 我不认为 我觉得宋楚瑜先生是客气 今天连胜文他跟马翻盘也好 跟马合在一起也好 他还叫连胜文嘛 他的问题权贵跟他自己没有准备好 事实上他没有到达做市长的格局 他选市议员 我们都承认他可以选上 或者选立法委员 你没有资格做台北市长 现在连胜文的选情最后只好吓人 我台北市值政党的国民党政权输了 2016就会倒台 昨天我在这个播出的访问当中 就问了宋楚瑜 我说那你宋楚瑜你宋先生你认为如何 他说应该是怎样 他说会蓝营的人 这个支持者会在首都的连胜文 国民党败选之后 危机意识升高 对2016年的选举可能还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必须承认 连胜文他已经败局底定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连胜文败了不是国民党的错 也不是马英九的错 更不是其他的这些国民党人的错 是连胜文个人的错误 是连胜文根本不配做台北市长 我是国民党的基层党员 如果开票当天这个连胜文输了 我一定这个积极的主张 绝对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马英九身上 连胜文要赢了的话怎么办 你马上户籍搬出台北市 绝对不会赢连胜文赢了 中华民国没有民主两个字 没有这个部分 因为那个寇姐对连胜文或连家的评论 因为她已经 我想我也没办法影响她 这个我不评论 可是就是今年年底的选举 会不会影响到2016 当然会影响到 我觉得宋先生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 闲于政治的这个政客也好 或政治家也好 因为他会讲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是他不懂 因为在过去所有当这个地方选举 跟中央选举非常近的时候 而最后地方选举输掉了 中央选举会翻盘 说有一个什么钟摆效应 我举在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阿扁执政 2008年一个2005年 一个2006年 两次的地方选举 那时候地方选举都很惨 到2008年也垮掉了 这当然是一个骨牌效益 而不是一个钟摆效应 更不要说台北市 那为什么过去大家讲说 很多人在开玩笑说 这个国民党派个西瓜出来 也会赢 就代表说它是一个蓝大于绿的格局 如果在这次台北市长选举 都会输的话 那几乎就预言 2016一定国民党会丢掉政权 所以对连嘉或连胜文 怎么样的评论 我没有 我不会再做什么反应 但是就2014跟2016的关系 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而且这个跟事实也完全不符 如果没有2014就没有2016 我权贵当然选了台北市市长 权贵政治会让国民党 我喜欢这ığım 你 你 感谢观看